把这五千块钱 我搁这儿 神不知鬼不觉 哎呀 太好了 哎呀 我把他搁这儿 谁也不知道 喂 喂 你赶紧来拿钱来吧 我跟你说 我借给你这五千块钱 你嫂子她不知道 你嫂子现在正睡觉呢 我给你说 钱 钱 我还打电话呀 别说话 别说话 你嫂子睡觉呢 来来来来 赶紧赶紧 我跟你说 明天早上把这盒还给我啊 什么啊 走吧走吧 钱在里边呢 拿走 等我等我等我 亲兄立名算账啊 我得数一数 数啥数啊 我相信你 是我不相信你 数数数数数 哎 等等等等 陈总啊 你这这这有把锁 你把钥匙给我啊 你傻呀你 这不开了吗 啊 哎呦 哎呀 陈总啊 啊 这钱这 钱数不对吧 是不对 多五块钱 明天你连五块钱 带盒一块还我 那还明天干啥呀 我现在还你得了 啥意思啊 陈伯伴 还啥意思 这盒里就五块钱 哎 哎呦 哎呦 你们都看见了吧 赵刚子蒙我呀 哎 该不得是整个锁 这是魔术盒啊 五千块钱 盒里就没呀 我跟你说 陈经理 我对不起你啊 你给我半个小时时间 我整清楚了 半个小时以后 你来拿钱 行我着急你 你尽快啊 我一定给你 好好好 尽快啊 哎呦 这盒行你太费了 哎呦 我的天啊 哎 这哪儿去了呢 钱十八 哎 找啥呢 哎 姐妹 我是欣赏欣赏 这个盒 哈哈 师叔找这五千块钱呢 哈哈 哈哈 不是 你这五千块钱 搁哪儿拿的 就在你这个小盒盒里啊 是不是都背着我 才四毛钱呢 哈哈 媳妇你这可是冤枉我了 这盒都不是我的 这五千块钱 怎么可能是我的呢 那是谁啊 哈哈 大姐夫的 哈哈 上一边 真的是大姐夫的 人家大姐夫一个月才五十块钱的零花钱 咱五千块钱得多长时间呢 啊 你告诉我 你是不是当我数学语文老实教的呀 你还不 你过来 媳妇 我跟你说 赵刚子亲口跟我说的 这里边 有他一笔巨款 我才不信呢